火鍛水餃素食的手工火鍛水餃很好吃 集結40家攤商舉辦一連三天的意賣活動 把這份愛傳遞到土耳其 志工們早在兩天前就開始收建整理物品 就連素水餃也提前製作 我們是禮拜三做的 這邊就已經快要有超過50盒了 你要吃吃看產品到說 我們的產品是這麼好的 對不對都很養生 另一頭豆皮加上麻辣花生 香味十足 刺激志工早上6點起床加工 要讓民眾吃到最新鮮的食物 可以過夜的話 這個食品的東西 我們就很注意它的時間 薑房醬的部分去做的 還有釣膳的薑泥做的 去調味 我家裡只有我一個人 可是我回去買送我的鄰居跟我的里長 1989年成立慈友會 當時只有11位會員都是事業家夫人 只要一方有難他們從不缺席 潘淑林加入慈友會20多年 從中認識慈濟也成為委員 募完了還要收件還要標價 然後還要賣 這整個過程當中 雖然是有點辛苦 只要想到說這些東西賣出去 能夠幫助到人 我們就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很歡喜的 我們作為一座橋 從社會連結到我們慈濟來 讓大家能夠真正在慈友會裡面成長 那確實也是這麼多年來 已經很多人都因為加入慈友會而受贈成為委員 不用花大錢就能買到驚喜架 慈友會每年舉辦喜福一買活動 幫物品尋找新主人 延續物名的同時也能募款幫助更多人 大家喜歡牛術品 李健寬 梁嘉明 台北報導